欢迎来到透视两岸IonChina的单元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 许多人都会选择到健身房运动 也让健身房产业在大陆一二线城市掀起了一股热潮 但是在竞争激烈之下 紧接着又迎来了倒闭潮 北京曾经出现了三个月 有二十间的健身房无预警的倒闭 而现在就连大陆最早的连锁健身品牌也不低压力 在北京关闭许多家的分店 游泳池的水呈现一片绿色 水面上还漂着不明物质 显然已经很久没人清理 从5月1号以后再不让游了 然后这个水也没人维护了 然后就越来越绿 甚至他们还拿这个泳池的水去冲厕所 因为没有水 游泳池不但不能游 所有的教练也全都消失 会员只能被迫停课 浩沙健身是大陆最早的连锁健身品牌 曾经风光无限 但在这波健身房倒闭潮中也撑不住 接连出现关店潮 以这间在北京的分店为例 店面不但被断电 甚至还被贴上封条 泡沙健身有20年历史 在大陆有超过160家分店 2011年还风光在香港挂牌上市 却因为迅速扩张 陷入财务危机 会员们都难以置信 因为曾是大陆健身产业的龙头 居然说到就到 下半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做得不是特别好了 一收我100节课的健身卡 我花了3万块钱 然后说您可以办一个 三年的健身卡 说说4,900 我实际上我只用了10节课 去年11月份开始到现在 至今就工资一直没有发放 拖欠了我将近有10多万的工资 将近12万 除了会员求偿无门 员工声称早被击欠好几个月的薪水 总部的办公室也仍去楼空 而健身房的两大股东 因欠下大笔债务 被监管单位列为黑名单 疑似早就跑路 但除了号杀 先前北京就曾出现过 三个月内有超过20间健身房 五玉金倒闭 你们负责人多久没来了 别的问题 他今天好像去 爽票开停了 就今天处理的也是这个 对 因为好多就进送 退会的会员嘛 由于发展快速 许多健身房为了招揽顾客 只能打价格战 不断降低会员卡费的成本 使得很多健身房的经营 举步维艰 根据统计 目前大陆60%的健身房 存在亏损问题 其中恶性倒闭的案例 更是居消费纠纷之手 如果问题再不改善 倒霉的还是无故的消费者 记者综合报导 起司 奶酪 奶油 都是稀释的餐点 经常会出现的材料 但是大陆最近也掀起了乳制品风潮 不只是火锅店 把火锅料跟起司结合大获好评 饮料店奶盖饮料的买器也很旺 美食部落客也推出了起司料理做法 都深受大陆民众欢迎 会比之前那个虾花要好吃 更有那种拉伸的感觉 口感会比那个更客气 特别好 因为它是那个 它是一个很new feeling的一种东西 不只当地人说好 连外国人都说赞 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 火锅料中加入了起司 不仅增添口感 有一口融化的起司还会牵丝 更让人爱不适口 中式火锅加入西式创意 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光两个月就卖出了120万份 每个餐厅有五桌顾客 就有一桌顾客点这块菜品 有的餐厅甚至每三桌就有一桌点 不只火锅点完中西合并 饮料店也在奶类饮品上玩新花样 厚厚的奶盖配上茶饮 奶香搭上茶香 香醇却不腻 也带来不少买气 根据数据显示 大陆奶盖茶的销量 在2017年只有两亿杯 但到2018年已经突破了五亿杯 大部分来店里的 99%都会点上加之式的 然后我们开始的话 是只有茶跟芝士 然后慢慢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 也加入了水果茶 就是水果 还有上面也加了芝士 不只奶制品外食增多 美食部落客也看准 越来越多人喜欢做菜加入起司 也推出了食谱 小狮子 还有这个 像这个小羊的脸 包括这个蜗牛 这些都是芝士做的 都有用到芝士 对 是不是就是跟芝士有关的 这些菜谱 就点击率也会高一点 对对对 因为现在很多妈妈都很喜欢 用芝士来给小朋友做料理 大陆的超市销量更是明显 今年前四个月 奶酪产品的销售额 同比去年增长了40% 而且临时奶酪更多人买 根据调查大陆在2028年 每人均奶酪消费量 有望达到0.5公斤 是目前大陆平均消费水平的5倍 虽然乳制品市场大 但目前消费才刚起步 大陆目前人均年消费 更不足0.1公斤 远低于世界水平 消费群体还是比较少 就从消费培育不足 另外一个就是对奶酪如何消费 那么大家还是不是很轻 除了消费习惯要培养 大陆也面临奶酪产业 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 这也导致大陆的消费奶酪制品 大多都依靠进口 光在2018年 大陆进口奶酪就高达10.83万吨 进口金额更高达5.13亿美元 我们发现中国没有奶酪设备 我们的奶酪设备必须到国外去买 我们中国的机械制造企业 能不能也来在奶酪设备的 研发生产上下下功夫 虽然大陆乳制品市场大 但制造设备紧缺 大陆奶酪在国际上也缺乏竞争力 要把乳制品变成黄金 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记者综合报道